共同理念 全民发声 MyRadio2011 社会公业,以民为本 民主民生,地区事务 人民力量,节目主持,陈伟业 人民力量,大家见面了 大家见到我右手边有个 中间跳阶 大小便不分装 大小便不分装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 梁医生的形格 真是深入闻心 那时候霍振廷也没出来 我老过他很多 霍振廷那个好像有点像你那样 大小便不分装 但没有你那样明确、清晰 在我右手边就是梁次雄医生 现时政坛不可以说是新贵 现时政坛的权贵可以这么说 不敢说 我和你做很多年同事 我们这些政坛烂仔 政坛丐帮 你是行政会议成员 安务事务委员会成员 这两个职位其实对香港人来说都很重要 梁医生 我想其实 个个职位对香港都重要 香港现在 太美来说需要 不同方面的人士给意见给政府 不同方面 是帮政府做事 我们活跡了十五年 是吧 一国两制做得很好 但我都很希望香港人可以 齐心合力 真是为我们自己做点功夫 是吧 我自己就很简单 除了做得的我做之外 你也值得这些机会学一下 说你学习真是 你经验丰富 陈议员跟你学习 跟你坐在你旁边 这么多年 齐齐睡觉 除了你要弄声我之外 那个年代真的整天睡觉 没有那么多火花 九十年代开会就开得晚 同时没有那么多火花 有时开到晚上点几两点 没错 我试过有一次 整个我们四个都睡在那里 蓝牙早报还是出一张照片 四个人睡在那里 四个都睡在那里 你啊我啊 张文光啊 还有好像是姊梅竹 没错 四个都睡在那里 这就是立法会 当年立法局的经典 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风味 那时候很不同 那时候很不同 其实你 那时候做立法会议员 就是很多年了 十二年了 八八 八八 八五年第一次有选举的时候 我参选 输了 第一次不行 是啊 输了六十票 再接再例 其实输了对我 是有个帮助的 因为让我觉得 我自己真的不足够 要到区看看民心 那时候是探索了 所有地区的医生 知道他们那个 做事的 呃 即是你八五年选的时候就是用医学委员会会长 我一直都是做医学委员会会长 我不是 我是参选医学的功能组 但是你先前才做过会长 我是八五年之后才做会长 八八年才做会长 八八年选举的时候就幸运了 大部分的同事都支持 没有机会 就是你做完会长之后就八八年就做 一起做的 我那时候是双重新闻 双重新闻 这一团华也是做了一轮教协的主席 所以你要做功能组别议员呢 一定要跟功能组别的有关团体 工会也好 一定有密切的关系 用那方面就先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那你做到二千年就没再做了 没做了 但是那时候呢 以功能组别议员和你的背景呢 大哥你金刀两 你出名的 你的刀 真是贵的 出名贵的 香港名医 我们的男士到年纪大 有什么问题呢 就要找梁医生 你还很年轻 我不敢得罪你 都是因为可能要求你 你休息了 你休息了 你很年轻 梁医生那把刀很出名的 那就是以你那个的 就是 专业身份 你都参与过那些政治团体的 我参与过的 其实如果你可以 我稍后说 我可以是其中一个 开手搞政党的 是的 或者你会记得 陈伟业最初的叫做 民主促进会 民主促进会 当时是四个立法会 当时的立法局议员 提出来的 我啦 麥理郭 呃 呃 死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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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署名的 是啊 所以我可以说 可以说的 差不多 第一个去搞政治机构 是的 立法议会里面最早政治化 政党化 没错 就是你最早做了 没错 其后 我记得你当时有前线 是不是 我是参加过前线 是的 参加过前线 前线 前线 对了 前线 张炳梁啊 我啊 李华明啊 王前纪念 王前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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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王 王韋燕 那时候是会点的 不是前线 我参加过会点 我没有参加前线 参加过会点 那时候你会点 你没参加前线 撈亂了 有时候我的记忆都开始衰退 是的 我记得你参加过会点 那时候跟李华明 那几个一起 是 那时候 部分时间是临立会的 是啊 其实 会点是跨越了 林立会 呃 和立法局 的阶段 是 那你经历过三个阶段 那我啊 林立会 立法会 我还有一件事 啊 陈偉尔也记得 因为我在 港英社会时代的立法局呢 最后那两年 我是做 内务委员主席 是 林立会 我也是做内务委员主席 第一届 的立法会 就是 特区的立法会 我又做内务委员主席 所以某主席 你可以说我是跨 是 那时候 其实我想 你的角色都很重要 是 最重要的是 有一班兄弟 整个立法会 和立法局的同事支持 是吧 大哥 不是那些兄弟 知不支持 而兄弟上面的太上王 知不支持 是吧 特别你说 林立会的期间 基本上都不是 那些议员自己 作主的啦 林立会那时是很难做的 因为 第一 就 要两头走开会 下午就要开香港立法局 兩邊走 上午就要去深圳 深圳开完会 跟着过来 是啦 林立会 所以都是挺辛苦的 而且尤其是 過度移交那一晚 就要半夜立法 一堆法令 要立刻 要转到 即是 即是对我们来说 林立会 是香港的政治发展 一个的黑点 那我想 某种情形下 是有个需要 不是 有个空隙 是搞不定的 即是你完全是一个 没有民意认受性 也不是民选 就是组成 是吧 正如我说 林立会 其实 是一个很難做的角色 因为 你觉得很对 不是人们选出来的 第一 第二件事 两边的政府 某种情形 都觉得 你不知道是做些什么 还有大家都说 那时候 就说明 只是做些 真的需要做的东西 那在一个立法议会 你也知道 你有这么大的经验 在立法会 有一个立法议会 里头 任何东西都是需要的 怎样又有些不需要做的 是吧 所以角色是挺难 我亦都很佩服 当时那六十个同事 尤其是主席 哈哈哈哈 我又不会用佩服的字眼 真的 你知道当年 在这个环境 真的是努力 努力帮香港做事 你记得 97年6月30日 你们整班 就在这个会展中心里面 半日立法 这个半日立法 和江泽民 和这个 就是王子一起 是吧 那我们就在外面 请愿示威 是吧 就是我们就抗议 那Martin就在立法局的大楼 大楼上面 就是宣读 就是我们的 就是宣言 我们就不参与这个临立会 是吧 那我们就毅然下车呢 就继续我们的抗争 那就是说起来 接着到第一届立法会的时候 又选回来 他们选到了 那就是98年我自己 你几时 你都几时回来 我国际理由没有选到 哦 你国际理由 你国际理由 我国际理由到当时是 这个退选了 那到2000年才回来 那这个历史 那就是 既然讲到历史 那就是 你经历过 这十多二十年的改变 是 那也都 现在 就是在这个行政会议里面 那当然作为行政会议成员 就是你可以讲的话 未必 可以我们这麽畅所欲言 是吧 那你觉得 喂 回归前后 一个是港英政府 你都 有十几年的参与 跟着就 回归之后 就进入了个 权力核心架构 在管治 守法 和这个 处理问题方面 你会不会觉得 有很大的不同呢 我觉得这样啊 我觉得 有几个阶段 第一样的就是 港英政府的时间 当去到近年 近九七 个个都有个恐惧 香港人 就说 咦 回归了之后 会怎样呢 会不会我们的自由 没有了呢 会不会答应 我们真是 马照跑 没有照跳 因为会实现呢 但是回归了之后 我们看到这些 完全实现了 在某种情之下 一国两制 我们看到 真是 我们走我们 要自己做的事 是吧 中央政府很明显 是没有 真是 积极干预我们 做事 我觉得这件事 大家应该要放心 也都看到很多人 回归之前 急急要移民 回归之后 慢慢返回来 这个很清楚的 你说中央政府没有干预 这个可能在这个 03年 50万人上街之前 这个形容词就可能 适合一点 那03年 50万人上街之后 就是整个的 所谓香港的管治模式 翻天覆地改变的 是吧 就是特别这个 中央成立了一个 港澳小组 是吧 就是当时又说 曾庆雄负责 现在就是习近平 是吧 那整个港澳小组 基本上是太常皇来的 整个港澳工作 就是全面是一个所谓 就是hand on approach 直接 就是 处理很多的问题的 那这个西华 差不多第二 差不多是第二个权力核心 这个西华的权力核心 在某个程度上 对这个 香港很多重大的政策的控制 和那个 很多的事务 特别是这个 议会选举 等等方面的操控呢 可能更比这个阿里不道 真的 那有没有直接干预 我答你不到 因为我不在那个环节 就知道 但我也都看到 其实 在很多情形之下 中央政府是 在这几年是帮了香港的 我也都要提这件事 因为 已经 沙士之后 沙士之后 沙士的时间 因为香港的经济 真的 跌到很低 我相信 中央政府 某些人都是出手来帮香港 我觉得这个 不可以 毁没了这个 我说这个 中央在这个经济上 很多措施上 协助香港 那个稳定 和经济发展 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是吧 但是又被人 另一个角度去看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 中央政府帮助 譬如以前香港 不会靠英国政府帮助 也都不会靠内地政府帮助 但是香港人自力更生 可以这么成功发展 谁知道回归之后 你老懵懂管治期间 就是处理一些问题 就是灾难带来 一个灾难 一个灾难 搞到香港民不聊生 就是这个生活苦困 政治上又出现这么多的争论 而导致这个中央政府出手 就是今天请你上来 就是作为行政会议成员 和这个安老事务委员会 一定要讲一下 就是 你专责的政策 那这个的 安老的问题 就是喂 我们被人说 我们的激进 都和老人家有关的 毁敏第一次在这个 议事堂飞招 担招 都是因为老人家 那个生果监会的大哥 是吧 喂 你们做得好 就不用我们扔招 是吧 嗯 我想 我自己 差不多 做了安老事务委会的主席 差不多六年了 那 我觉得 在香港来说 长者的问题 是绝对 需要考虑 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因为如果计算数字来说 今天七个人之中 八个人之中 有过去六十五岁 五岁或十五岁以上 二十年后 就四个人之中 这个问题很明显 这个很明显就是二十世纪的功劳 因为二十世纪 那个医疗制度做得很好 很多新的科技 令到人身体力 可以长命一些 健康一些 但是二十世纪的功劳 带来是二十世纪的问题 因为已经老化了 那这个是要面对的 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 而我们不理的 所以我觉得 某种程度呢 老人家的服务 是一定要考虑的 那我自己做了安老事务委会 之后呢 我有几点我觉得很重要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 就是说 今天的老人家 和十年前的老人家 或者跟着十年后的老人家 有些地方不同 十年前的老人家 很明显身体未必那么好 可能个人的心态未必那么好 哎 个人都65岁了 退休了 回家坐在那儿 等过个时间 有家坐也行 有家都没得坐 以前啊 今天老人家大部分都变得健康一些 但是正正你刚才说 既然你们健康一些 你们又想参加一些 甚至乎你们有些人 有些人 经济上都不是太矮的时间 我们怎样去令到他们 第一 觉得有些自尊心 觉得有些地方 给他们做些事情 以及真的不行的 我们怎样帮到他们呢 这个是第一件事 我都想我们做的 我们也知道 十年后的老人家 完全不同了 那时候更加健康一些 那我们一直看下去 但是呢 于是乎我自己呢 就有三点很清楚想做的 是 第一点就是我们怎样去 把 现有的老人家 或者老人家 的形象 和他们和年轻的人 的行接 怎样做法 我觉得这很重要 第二 我自己一定要看呢 就是说 我们怎样 用一个长期 互利的角度去看老人家 每一个老人家 到的阶段 都要人照顾的 究竟在家里照顾好 或者在软石照顾好呢 那我们一会再详细说 第三 就是说 好了 一个老人家将近要退休了 或者退休了 我们有什么 预备功夫 给他们做呢 我觉得 这三点 那当然 这三点 是不是够呢 不够 因为安劳服务的东西 不是这么简单 是很多的 但是做不做了 哪个先做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我就走这三条方法 刚才你说了三点 就是你将来 计划想做的东西 做的东西 但你做了安劳 这个事务委員会 已经六年了 是 如果很简单的问题 大佬六年了 你负责香港这个委员会 就是 你有行政会议成为 提供意见给政府 那 不止提供意见 那么简单 你在一个权力核心里面 那当然 行政会议 就是个人未必可以 决定很多事情 但是你在权力核心里面 你可以给很多意见 特首 是吧 在一个政策制定过程里面 有一定的影响力 肯定影响力 比我们好 是吧 那究竟这六年 你觉得 有什么建树 和做了什么 就是新的事 建树 不建树 不可以自己讲 我也不想在那里吹喇叭 不过 有几样东西是做了的 大佬 我都很清楚 第一样东西 就很清楚做到 就是我推动了一个叫做 掌跡学院 掌跡学院 很多人说 喂 这是什么来的呢 可能是湿湿碎都未定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家 他真的 又不想去地区中心 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意思 男人来说 去那里看月月银片 摘一下交花 没什么意思 那问他们想做什么 他们想是有机会学一些东西 和参与政府 所以我们就用 现有的学校的多余时间 用校里的学生 去教一些老人家 令到老人家可以学到新东西 可以令到自己 第一 就有些自信心 第二 可以有多一些的社交 和别的老人家接触 第三 最主要发觉呢 一个结果呢 就更加推动了一个掌有共用 老人家 那现在我们有一百 一十几间中小学在做的事情 不同地区 不同的宗教背景 不同的背景在做的 有六间大学都在做的事情 有万多个长者在做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发展 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 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呢 我不敢这么说 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推动 令到现时的长者 可以 他有老有所为 可以这么说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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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做的 未能做到完 我就是想推动 一个真真正正的考虑 如何令到长者 真真正正的可以 居家按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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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个人 到不上年纪大 都要有人照顾 呃 呃 现在好像有个看法 就是说 要有人照顾 推入老人院 那推入老人院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 第一 你问他 每一个 每个老人家 都告诉你 我还是来家 子孙孙孙 是最好的 那 那为何他入老人院 是不是 那我们就考虑了 那今时香港 一个好怪的现象呢 就是 比全世界 特别不同 我们是有 大约7% 7%左右的老人家是住在冤石的 是多過全世界的 其他就是3%左右的 我們要研究一下 我們現時居家安老 政府的政策是想居家安老的 為什麼上海的政策是這樣的 老人家是想這樣 而老人家是想去冤石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今天的居家安老服務 是不足夠給老人家 不足夠給自己家人 是有個信心在家裡 我們現在在研究這方面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老人家家 他想送飯上門 寫著說給他有的 是真的有的 不過如果你去官堂 你去將軍澳 你問問老人家 是有的 一天送一次 那送一次是幾點呢 下午4點 早餐又不是 下午又不是 晚餐不是 這個事情不可知道 那有些人說 好啦不要緊 你知道 我有個老人家住在家 我下班回來照顧他 當我上班的時間 推我去地區中心行不行呢 似乎很行 因為全香港18區都是地區中心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全部這些地區中心 大部分開門是9點開門 下午4點半關門 那如果我有個敗推我去地區中心 我不想上班 這些是其中的例子 所以我們要做我們做一個研究 我希望這個月尾至大月頭 就出個報告 就推政府在這方面做得更好的功夫 令到那些老有的長者 真的可以 剛才你說這些問題呢 其實翻溫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就是資源問題 就是你政府給不給錢 譬如你說居家安老 其中一個我們在地區上經常收到居民的投訴的問題 就是房屋處防委會的政策 不只是錢 錢當然是很重要的 我給你一個例子給你聽 第一件事 以前很多的公屋 七層樓八層樓是沒有升降機的 現在部分正在做的 我沒有升降機 我走路不方便坐輪子 你沒有升降機 你叫我坐牢而已 第二件事 現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你去入住院的時間 在某個程度 你可以拿到一些資助 甚至乎你家人可以拿多一些稅的豁免 但是你住家居安老的時間 是沒有資助沒有那麼多 而且是拿不到豁免的 喂 在這個程度之下 很多家人都要去院捨 你居家安老有幾個條件 一個條件就是你居住的面積 就是足夠 譬如說你起碼 那個老人家 起碼有一間獨立的房間 這個基本上 很多公屋 那個面積是不足夠 所以剛才我講到 第一就是房屋的問題 第二就是你所講 那個居家安老老人家 有那個生活上所欠的時候 那些子女又要去做事 變成一個對老人家的照顧 吃飯也好 清潔也好 餵藥也好 甚至會看醫生 看醫生也好 很多時候這些支援 支援是不足 你說那個支援 很多時候就跟財政有關 究竟你政府在這方面 在地區上有關的支援這些機構 他給不給到足夠的資源 去請足夠的人手提供這些服務 很多時候不足 你資源不足 喂 我都不夠人做 區裡面這麼多 這個老人家我怎麼做呢 所以政府過去那幾年 立法會經常都批評 政府經常說社區照顧 那些老人家就有義工 在社區裡面參與 那些老人家自己去社區中心 喂 那些老人家走得走得那些 我今天去A中心 明天去B中心 哇 都不知道多活躍 今天去那裡唱歌 明天去那裡旅行 所以譬如我們在荃灣經常見 一個就去浸信會老人中心 一個就去另外那個老人中心 那些是走得走得的 但是要照顧那些呢 就往往是很大問題了 沒錯 然後有些要做入息審查 是 有些是剛剛邊緣的 不是完全沒有錢 他們可能留一些部分錢 用來做棺材本 那你要去給那些 都不知道熬得多久 是吧 所以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在家居 真的可以這個安老呢 就是要滿足這個要求呢 真的要政府有足夠的決心 我們現在想推 我同意你說這件事 我們想推這方面 我們再走多一步 就是想推錢跟老人走 是吧 換個話來講 你跟院舍的資助一樣 給老人家錢 讓他們去買服務 是吧 其實你院舍那六七千元 他留在家裡 給那六七千元的服務 可能比在院舍 你同樣東西的錢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在家居買服務 你不可以靠別人上來 跟你煮飯 清潔或者看醫生 而沒有錢給人的 是吧 好 我們一會兒 我們休息一會兒 一會兒回來聽一下 看看梁醫生 怎樣去 即是去 提供到 以及做到這個 錢跟老人走 這個構思 令到老人家 真的可以在家居安樂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跟梁醫生 再談談的 香港老人家面對的問題 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 radio 2011 新海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廣大人民中 傳播出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 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新海百年華滄桑 新海百年華滄桑 逢星期二晚十點至十一點半 主持 墨業城 謝二方 tan No 研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